好 我们现在看的是 Determine the root of a quadratic equation using actualization 开挂股 ok 详细的开挂股的方法呢 我有在别的影片讲过了 这边我就不讲了 我就直接做了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看到这一个 c 是减 所以它是不同图号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然后我用的是减 然后616326- 这个是5 这个是1 我用32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一边我们0 XX23 然后B是加 So 我的B是加 B是加的情况之下呢 这样我大的是加 所以在这边2跟3 这个大 是个小 你要检查你的答案很简单的 XXX2 -2X3-6 这个乘上来是-2X 这个乘上来是3X -2X加3X 然后它变成X 中间是X 这个是正确的 所以我就可以拿到我的X等于2 然后或者是你写X-2等于0 所以X等于2X 然后X加3等于0X等于-3 OK 你完整一点写那个答案给老师 OK 有一些老师呢 他会教他的学生用这样的方式 他就有X-2X加3 交叉成3X-2XX 然后-6X2 X2 -6加X 这样 OK 有from2的时候有学生就要这样交了 但是我不用这样的方法 OK 我是要用这样的 直接一眼看 开挂虎 OK 就是这样 因为在考试的时候 这个是没有分数 主要是这边有分 这个地方会有k 这个地方是k1 这个地方解1 然后这个地方解1 然后这个是没有分数 好 接着呢 我在这边教大家另外一招拿满分 但是它是属于玩臭的方法 然后呢 是老师不知道你玩臭的方法 然后 可是MX的学生不可以用这一招 MX的学生你一定要会开挂虎 因为我们的MX上半年的部分呢 它是在开挂虎 然后下半年的话是在直线外等于MX加4 你的开挂虎有问题的话 你在很多个chapter都会有问题 所以你不能够捷径 捷径快上手 但是走不远 OK 那个捷径是怎样呢 这一题我们在这边X2加5X加6 OK 你就unboard 你去equation 然后第二个polynomial这一边 degree 2 然后1个X2 5个X 6 等于0的时候 OK 你把这个按下去了 然后你再按等于 5 5 它就直接给你这个X等于-2 然后再来X等于-3 好 好 我在这一边 我再多一次 就是说 按MOD 然后我来到了这个A的这一边 OK 也就是第十个 OK OK 就下了3分2 10个Equation 然后在Equation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个Polynomial 我选择 我选择 Polynomial 我选了2之后呢 它的这个degree的这个部分呢 好 我选它是2 degree是2 OK degree是2 然后在这一边 再来我就可以放E等于5等于6等于1 它就减2减3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有X等于-2 X等于-3 你把它重新写过来 X加2等于0 X加3等于0 然后你放两个挂骨 等于0 那个等于0你不用写了 你这边写X加2 这边写X加3 好 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那个便宜无共的一种写法 连老师都不知道你是用计算机来按 你的KE有啊 这个是你的KE 你的这个地方是你的KE 有一位学生就跟我讲 老师我用的是MS MS的情况之下怎样吗 MS的情况之下我们按MORE 然后你找到这个 这个EQM OK 然后在这一边你选第一个 然后那个NUMBER OF UNKNOWN的时候 不是NUMBER OF UNKNOWN NUMBER OF UNKNOWN的时候呢 在这一边你选过去下一面 下一面 然后这一个DEGREE 然后你的DEGREE这边你选 OK你的DEGREE你选 2好 这样DEGREE选2 问你A是多少 你又放E 然后5 6 然后他就有减2减3 好就是这样 OK好 好我们按完这一些东西之后呢 就是说你常常在这边 我的这个E5 6按了它是减2 X1等于减2 X2等于减3 跟我刚刚的这个减2减3是一样的 OK然后有一些学生讲 哎想按回 按MOD E就按回了就变回了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我们要选的是 这一个 equation 然后 过去下一页 然后DEGREE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assume 大家会开挂股 会开挂股的人自己按机身 然后这一边 4520 4加5 走 45加1 然后我就有P加4等于0 D等于4 P加5等于0 然后 D等于5 好来 接着D的这一题呢 它是很好玩的一题 这一个题目呢 我们的那个 ABC的部分呢 我们平时是AX2加BX加C 对 我的A不可以是0 可是for这一题的情况之下呢 OK 它的这一个B的部分是等于0 而已 就讲它没有X 没有BX 没有X的存在 这一题它有三种做法 OK 然后 你们 看自己喜欢哪里一种做法 OK 1 2 4 OK 好 第一种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在这一边我尝试 C是减 1加1减 然后 7 7 然后 加减 等于0 这样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X-7等于0 然后 X加7等于0 所以我就有X等于7 然后X等于7 第二种方法呢 是我的X2等于49 所以我的X等于加减 所以我的X等于加减 四十九 我的Square搬过去的时候 变成加减 所以它变成加减 7 OK 第三种方法是我的X-7 A-7 等于0 然后我就有A2-B2 A加B A-B 等于0 所以我就有A加7 X加7等于0 X等于-7 X-7等于0 X等于7 大多数学生 这三个方法里面 很多学生他都很喜欢第二个方法 然后就有学生就会问 老师这个土 这样土这样的 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 OK 这个是加减 就是说它可以是加 也可以是减 OK 所以加减 这样的意思呢 就是说 X等于-7 然后X等于7 加减7 X等于7 X等于加7 X等于-7 这样的一个意思 OK so这个方法呢 它的一个危险的地方是你的Square 搬过来Square率的时候 你要放加减 你没有放加减就0 OK 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做应用题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放加减 为什么呢 应用题的时候我的那个长度 一定是positive的吗 它不可能negative吗 Volume Area一定是positive Time一定是positive 所以我们就没有放加减 那边老师也不会去抓 也不会控的分数 可是 呃 如果你纯粹上这一边这样 你要找你的那个X的时候 你一定要放加减 为什么要放加减呢 因为我们知道呢 就是说 我在这一边 我7的Square是49 我的减7的Square也是49 现在我有一个X2等于49的时候 我X可以是什么东西呢 我X可以是7也可以是减7 可以是加7也可以减7 所以X等于加减7 所以你要拿加减的时候 你Square搬过去变成Square率的时候 你要放加减Square率 所以这个东西跟Fone的时候不一样 Fone我们Square搬过去变成Square率 OK 可是真正来讲 我们应该放加减Square率才是正确 好 1的这个2M2-50等于0的时候 这一题跟刚才那一题一样 它都是2的倍数 所以我先全部一起除2 当它是旁边等于0的时候 你就可以全部一起除2 你全部一起除2的时候 它会变成M2-25等于0 那我这个M2等于25 然后M等于加减Square率25等于加减5 还有M等于5 还有5 好 在这一边这一题 其实除了我这样的一种做法之外 呃 这个除2呢 它还 其实它是很危险的一种 少东西来的 因为我这个东西呢 它是属于那个quartic equation equation呢 它就是有等级的 可是如果我现在呢 是那个expression的情况之下呢 我的2M2-50的时候 它不等于M2-25 你不可以讲2M2-50等于M2-25 你只能够把2抽出来 OK 然后甚至是我们有那个quartic function的时候 就我有Y等于2M2-50的时候 它不等于那个M2-25 因为它前面有一个Y 所以你这个时候呢 你只能够把它变成了Y等于2M2-25 OK 我们能够全部一起除2的 只有在M2-25等于0这种东西 我们能够做得到 OK 如果你觉得这些方法都比较危险的情况之下 我们能够怎样做呢 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这样 就是说我在这边2M2-50等于0的时候 就有2M2等于50 然后M2等于50除2等于25 然后M2-25等于5 OK 或者是你能够怎样做呢 我们有这个2M2-50等于0的时候 这个M2-25等于0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用计算机在这一边 它就是2等于 然后0等于50等于5 还有-5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用M等于5 M等于-5 M-5等于0 M加5等于0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有M-5 M加5等于0 就是在这边你要小心 你看到你这边是MM 合出来应该是M-5 所以你这一行 如果你没有写的情况之下 你的老师就转 转 转 啊 这样 好 接着这一题的时候呢 我这个是C是加 同图号 B是--x2x414-- so x-4等于0 然后x等于4 然后2x-1等于0 x等于1等于2 OK so在这一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那个 那个东西 我们在这一边 如果我按计算机 我放2等于-9等于4等于 他会给我4 还有2分之1 他给你4跟2分之1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 他就会很可爱 他会怎样写 他就在那边 他写这一个 他写 x-4等于0 然后x-2分之1等于0 你这样写的情况之下 老师就知道你是用计算机 好 接着G的这一题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 你如果不想思考 你的计算机直接按 10等于-8等于 然后你拿到的是2分3-4 所以你就在这边 x等于2分3 然后x等于-4 所以x加4等于0 3乘上去 3x等于2 3x-2等于0 然后我在这边开挂幅 然后等于0 然后3x-2 x加4 好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刚刚的这一个也是一样 所以a是3b是10 c是-8 然后按这一边 拿到我的x等于2分3 然后还有我的这个x等于-4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个 什么 x等于-4 有时候 -4帮过来 然后它变成x加4 等于0 然后x等于2分3的时候 我把我的3乘上去 所以我就有3x等于2 然后在这个帮过来 所以就有3x-2等于0 然后3x-2 x加4 这样等于0 好 好 这个如果我们用 这个mx来按的话 我equation 然后下一页 degree2 然后我的a是3 b是10 c是-8 的时候 它拿到0.6666 按那个fd ok fd 就是把它变成分数的这个 2分3 所以它这个是2分3 它再按等于 它就减4 就是这样 好 我有3a2加10a-8等于0 ok 3 2 6 3 42 但是c是减 然后 这一边开挂符等于0 a 3a 4 3 12 然后 在这一边加12-2 做a加4等于0 a等于-4 3a-2等于0 a等于2分3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计算机 我按这一个 好 quation polynomial degree 1 1 2 3 10 1 2 3 3 1 2 3 2 3 3 2 2 3 2 3 2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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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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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我把这个绑过来 X22等于2 然后X2等于4X 其实我可以把这4 然后X等于加减4 然后等于加减2 所以我在这边X等于减2 然后这一个我把它沉进去 我就有X2加5X 减14等于0 一定要把它全部放去一边 这个 所以我就有在这一边的时候开挂 挂5274 然后274加7-2 X-2等于0 X等于2 然后X加7等于0 然后X等于negligi 好